我曾經看過不同的省文 其中影響我很大就是恆林寺所寫的省文 有時候有些人看這些省文 就看到恆林寺說出一些情境 然後他就形容出來很有幫助 他說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都很好 但我就會去進一步想 正如我會進一步想神 他的心態、他的聖情、他的作為 我都會想到恆林寺 他有時候觀察到一些很小的東西 他就會把那東西寫出來 譬如他曾經有一次 有一隻飛鵝在他的房間飛下去 他覺得有點厭煩 飛鵝停了 然後他的手放下去 想把他拍死 當他摸下去的時候 他感覺到飛鵝在那裡震動 他感覺到那種生命力 他感覺到生命力 他就決定不把他殺死 他亦都留意到他自己的生命力 因為那種種子 因為那種種子掉到有乾 又硬的、長的縫 但他竟然會三根 即是生命力那種強 他這篇就是講生命力的 我自己就覺得 他有一些很小的觀察 他就會說出這些東西出來 而很多人分享 就是因為 很普遍 聽來聽去 差不多 不能夠說出來 我覺得 彭林寺他講的兩個例子 講出生命力這件事是很好的 我們就是留意到 其實神在我們裏面做很多好事 他經常跟我們說話 我們留意到他怎樣說話 我們怎樣回應他 然後怎樣改變 我們將這個過程講出來 就會講出神是用什麼方法 所以 《德四五步伏》都是我將神的方法講出來 還有我留意我怎樣處理人的問題 我就將他寫出來 就是在興奮得性裡面就是這樣 由我自己處理處理 然後我就寫出來 這也是我們學習到 留意 亦會將來幫我們分享訊息 有些實際的例子 比如說 關心人 你這樣說 人很需要關心 你關心他 別人感覺不到 但如果你說自己 我曾經很辛苦 有個人留意到 他留意得很辛苦 他關心我 他問我 然後他知道我的情況 他又很關心 他又幫我 他又怎樣 他繼續關心這件事 我心裡很感激 這個過程 已經留意到 原來關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於是 我都去學習他關心人了 我就開始自己又試試關心人 關心人的時候 發覺有很大的回報 看到那個人的改變 可能他不是回報我 但他改變 於是我有動力 我們就在生命留意 這些小事情 還有日常生活 我為何會想負面的事情 我怎樣改變不負面 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我就是找到怎樣處理罪 處理負面 就是我留意到在腦子裡出現 我立刻就去處理 這就是個秘訣 如何處理罪 如何處理不喜歡的人 就是在裡面 已經發現我有些不喜歡他 快點處理 處理了 就可以去憐憫他 又去祝福他 這就是由我們實際上的生活 這會幫助我們分享 很大的一步 距離